第一個被交互的任務就是來聽我們有PostgreSQL PostgreSQL因為它是Open Source 所以我就可以得到它的Source Code 我們上次也看到它的Source Code 然後自己拿自己的便利器去把它編起來 然後以及PostgreSQL它就是PostgreSQL的License 跟BSD的License相似 就是因為有Google Open Source的License 然後也是它跟MySQL的License 可以給互換使用的開放原始碼 其中是自己這樣子 那麼什麼是Compiler Compiler其它是一個神秘的工具 可以把Compiler想像成這台翻譯機 它就是把我們人手寫的Source Code 然後把它翻譯成機器可以懂的Machine Code Compiler就像是一個Google翻譯 Google翻譯就是它可以把我們 把一群幫我們翻成裝置 然後Compiler就是把我們人手寫的程式語言 把它翻譯成機器可以執行的機器語言 那麼我們在翻譯的過程當中 我們這樣絕對是不能說翻譯錯誤 如果Compiler翻譯的 反正寫的程式很意思給誤會 那就很糟糕 那麼我們翻譯出來的品質就很重要 我們就希望它翻譯出來的是很多 就是Compiler翻譯出來的機器 是幫你做很多無謂的動作 所以說它我們最重要的是 然後希望說我們坎派的需要有去除融資 最值得的能力這樣子 那麼以西語言為例好了 就是我們的Source Code會 就是我們的點擊檔或基隆 我們坎派的變成點歐檔 就是每一個點擊檔變成點歐檔 然後再次我們的聯合把它 把它引引起來 變成一個實行檔這樣子 那麼這個翻譯機就是 其實可以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去除融資最值 然後我們去除融資最值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讓我們翻譯出來的語力會更加基礎 就是我們訓練會更接近我們 我們能所寫的神世語的意思 那麼我知道我們的效果不會出來 就是因為我們不需要多做很多無謂的事情 那麼其實這是Compiler的Mensation 就是編音器優化 那麼我們什麼是編音器優化呢? 我這邊舉一個例子 編音器優化的例子 就是Echo Elimination 就是去除融資最值 就是說 像我們這裡有個程式 就是x等於2 然後y等於1 然後d等於x-1 然後return x加1 然後 相信聰明大家會看到說 這個d等於x-1 這行並沒有被使用到 就是說我們就可以把這行有消掉 變成章子 那麼就是說 我們把多做的事情把它去除掉 然後並不影響我們整個程式執行的最重要的結果 那麼另外一個例子就是Function Code以待 Function Code以待就是我們自己來 就是說原本說原本有兩個人 就是Alice跟Mary 他們原本都要委託這個Paul 去跟大家say hello 可是有一天呢 這個Mary就想說這樣太麻煩了 所以他決定自己去跟大家say hello 那麼這個時候我原本 原本我委託Paul的時間 然後再跟他say hello的時間 就變成說是自己去跟大家say hello的時間 那麼我就省掉去委託別人去幫你做事情的時間 就是省掉了這個韓式呼叫的時間 那麼就是把委託別人做的事情把它自己拿回來自己做 那麼或許大家會想說 為什麼我們不要把所有方巡用以待進來 就是我們把所有方巡呼叫的地方 直接把方巡的內容直接複製貼上過來 上來就不會有韓式呼叫 就不會有反韓式呼叫的額外負貪 那麼我們就可以想到一個問題 說我們的方巡扣的引賴 到底可不可以一定都能帶來好處 就是我們就可以省掉所有方巡扣 這是一定的嗎 其實不會 因為我們的引賴會造成說 我們很多的方巡都要扛一個 那麼造成我們的執行檔會很大 就是我們的執行檔會變大 那我們變大之後就變成說 就像我們原本的Anis跟Mary 然後原本是委託後去做 跟大家賽行檔這件事情 那麼這個時候Anis跟Mary 都把這件事情拿回自己做了 那變成說他各自要有一份執行的副本 那麼這個時候我就變成說 我的副本就很多 那麼我的執行檔就會變大 那執行檔變大之後 你在層次的執行過程當中 就無法放在同一個patch當中 就會層次的執行過程當中 就會很容易造成patch密集 這樣反而我也就會透激部導師 就是原本想要獲得效能 反而人排除此的效能 所以說我們的編譯器就是 就是要做優化或者是不做優化之間的權衡 其實是很困難 是我們人很難判斷 因為每次城市的執行行為其實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很難用我們的人 就判斷說這城市應該做哪些優化 不應該做哪些優化 所以這是很困難的事情 然後編譯器優化的迷思就是說 又有編譯器所做 這對城市所做的優化 並不保證我們在執行 城市在執行的時候 一定可以得到最好的效能 這件事情是不保證的 在編譯時期的時候 完全不知道執行時期 到底是怎樣執行 對我們也不知道 所以說 而且你可能說 你做了某一些優化方法 你會造成其他優化方法沒有辦法做 然後舉個例子來講 就是因為有些優化方法 會把一些資訊給去除掉 然後再說我下一個優化 就是看到那些資訊 那我就無法做了 就會造成這種情況 可是可能下一個優化做的效果 可能是比以前一個優化還好 所以這樣要就是變成說 所以你就很難覺得說 到底哪些優化做哪些優化做這樣子 因為在CostCouple有一個傳統 就是一定要 就投影朋友沒有要放貓給大家看這樣子 然後就放了兩隻 我們公司養個貓給大家看這樣子 對 然後右邊這隻叫做哈魯 然後這隻叫哈群 然後這兩隻就是我們公司養個貓 蛤? 然後這隻就是我們公司養貓 因為它比較活潑一點 因為它比較活潑一點 然後這隻就是比較身心害羞 然後這隻就是比較身心害羞 那麼我們要怎麼 那我們要怎樣去打破這個編譯器上的線 因為編譯器 程式嘛 程式在編譯的過程當中 是編譯貴編譯 然後執行貴執行 所以編譯都不知道執行的事情 那我們要怎樣打破這個線子 就是讓編譯的時候 可以符合執行時期的行為 然後沒有得到一些好處 這樣子 那麼就是我們就是透過我們執行的行為 執行 就是我們Post Quid Seq 執行時期的行為 來引導我們的編譯器 要怎樣去做優化 那我們要怎麼做呢 就是說我們編譯器編好程式之後 那我們就把這程式拿去執行 然後執行之後我們得到一個分數嘛 不管是時間的長短或是 什麼分數好 那我們就是會重新編譯器 那編譯器就知道我們這次編譯的過程當中 所跑出來的效能 所跑出來的分數是多少 那麼它就會決定下來試試要怎樣 再去編這個整式會比較好 所以它就一直 一直循環就循環 那麼它我們就會慢慢的找到一個 最佳最好的方式 最佳最好的編譯方式 來達到執行時期的 比較好的效能這樣 那麼這個時候其實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因為GCC的優化方法 總共有100多種 所以如果有100多種 如果你要把所有可能 都給它窮矩盡好了 那就是二的100多次方 那麼其實如果你要把所有的 可能性都給它跑過的話 其實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我們編一次 Post-Quick Seco 就要2分鐘左右 然後如果 假如說編個4000次好了 那這我光編的時間 我就要515天 然後這也不光光 我下去執行的時間 所以就515天 你就要等超久 那種不可能 不可能去重舉這個 200多次方 然後我就 我們都是 主要是做 就是我們使用Machine Learning的方式 去找下一個比較有可能 下一個較佳 或是較好的編譯的組合 然後我們慢慢去逼近 這個較佳的編譯組合 所以說我們現在是 決定的時候 我們是用前面過去的經驗 來推斷說 我們應該要什麼編譯比較好 而不是隨隨機亂挑 那麼還有一個難題就是說 因為其實不是每一次審視 都是坦拍的影響力是很大的 就像如果是CPU棒或Io棒 如果是Io棒的審視 那審視的過程當中 大部分都是在Io化 那我們坦拍的做優化 跟我們幾乎是沒有效果 那如果是CPU棒的審視 那我們就有很大的機會 去做坦拍的優化 所以我們就說來說 那PoSquid Sequel 我去游化它的可能性到底大不大 這邊我做了一個小實驗 就是說 我們想知道說 編譯器的話對PoSquid Sequel的影響 到底大不大 所以說我們第一次編譯的時候 我們就下Olin Olin這個參數代表說 我什麼編譯的話 任何編譯器的話都不做 我們就直接翻過去 那第二次的話我就下O3 O3是會做大部分 大部分GCC Compiler的優化這樣子 那我就想要知道說 Olin的效能跟O3效能 那就沒有差距這樣子 那麼我做的時間結果就是說 O3的執行效能 大概是Olin有1.5倍 那我就知道說 其實Compiler的優化 對PoSquid Sequel的執行 O3的效能是有影響的 那麼我這邊的組織就是 在O3的方式上面 就是差不多得到1.5倍的效能 就是O3是Olin的1.5倍 所以我就證明說 PoSquid Sequel是可以 這些效能是會受到編譯器所影響的 所以說 那這樣的話我就有機會說 我們改這個編譯的產數 來提升這個PoSquid Sequel的效能 因為雖然O3全部都打開了 可是 我們其實蠻有機會找到一組 一組UPG是可以搭配這個O3 就這樣可以 因為前面有說到說 O3雖然做的全部 可是可能有些方法比較做款 效能就會上來 那麼我想要知道說 PoSquid Sequel它可以優化 但是它的優化的機會在哪裡 那麼我使用了 這個 我後面會講到這個 就是Benchmark的用什麼 然後我先講一下我的PoSquid Sequel 我去用PERV去看每個PoSquid Sequel 所執行所佔的比例的時間 那我會看到就是前幾名大概是這個 前幾名大概是3-4%這樣子 那這樣的話其實就是它的執行世界是有分散 就是它沒有一個Hotspot function 是可能佔一個20-30% 然後我可能有機會去優化 單純優化這個Function 就可以得到2-30%的優化 那如果你單純是優化第一名 那你可能得到4.4%的優化而已 但是你 對 你就要很厲害 把第一個Function給砍掉 就比較適合 但是你很難去一一的去看 只會你是PoSquid Sequel Source Code的作者 那麼我針對CodeGraph去看 就是我在執行執行 我的PoSquid Sequel裡面的Function Code 的CodeGraph 知道它的Function Code是怎樣的 怎樣的叫的 那我可以看到第一個 它的PoSquid Main 就是這個Main Function 它從進入這個Function到離開這個Function 佔總體執行時間的比例是83.73% 但是你扣掉 扣掉這個Function去呼叫其他Function的執行時間 其實才0.80% 就是說這個Function大部分的時間 都是在呼叫別人別的Function 那它自己本體所執行的時間其實是很少的 那麼我這邊可以看到說 其實這些Function都有這種特性 你看這占百分20幾 可是它本體所執行的時間 就是扣掉那個 扣掉那個 許呼叫別的Function的時間 其實占0.80%而已 所以說這個 這個 這邊大部分的Function都是被用來 再去呼叫另外一個Function而已 那我就看到其他 我就可以看到它的CodeGraph 它CodeGraph 它CodeGraph已經很深了 所以很深 代表說 你可以看到這邊 這邊這個 綠色這邊 它是一個串一個串一個串一個 所以說它其實挖蠻多時間在呼叫Function 就是這個Function 就是用來呼叫另外一個Function 所以造成大家的FunctionPose overhead 那麼我就用Graph 觀察到這個現象 那麼我講一下我使用Benchmark 我Benchmark是用PGBench 就是FunctionPoseGraph 自剪內代的FunctionP 然後我只用16mm 因為根據我們就是 詢問的一些公司的結果 就是他們的資料庫有讀取 狀況是比較多的 那麼我想要先 初始大小是 13MB是10萬筆 然後我現在減少IO件 因為IO件會受到機器本身的影響 所以我先 先不要讓它影響到我卡牌的 可能優化的影響 那麼我跑4000筆 然後我花了兩個禮拜 就是在一台機器上面 然後每次都執行時間是5分鐘 只要編移時間2分鐘 所以跑1個Integration到5分鐘 到5分鐘左右 這是我4000筆之後的實驗結果 這個BaseLite 右邊第一個 BaseLite是BaseLite PoseGraph預設的 優化方式 然後 O2的話就是我 我用O2去編PoseGraph 大概是比BaseLite低一點 因為BaseLite是O2 再加上兩個優化方法 然後O3大概比BaseLite高一點點 然後如果我加上O2LTO 可以打到3% 然後如果是Inite Functions O2叫Inite Functions 可以打到4 那假如我把LTO跟Inite Functions 合體的話 就會得到反正是12的優化 雖然他們單獨存在的話 只有3到4% 可是如果兩個合體的話 就可以得到12%的優化 我講解一下 就是這兩個特殊的優化方法 就是說Inite Functions 就是一般來講 你寫程式的時候 你需要在那個 需要在Function的前面寫Inite 然後Compile有這樣的機會 幫你Inite進去 另外就是 如果你下Inite Functions Compile這時候 就會把所有的Function都考慮 考慮Inite進去 就是說 即使他們沒有被選到Inite 他們Compile也會考慮把Inite進去 然後我呼叫Function的額外負擔 就會被消除 因為我把Inite進來 他們所謂是LTO LTO就是Inite Optimization 就是我原本是 坦白地把每個東西都變成點頭檔 那點頭檔 如果我的Inker 只是單純把它拼起來 就是把它複製點頭 複製點頭 那我說LTO的話 就是說 我把它連結的Upject 5 全部都並在一起 我再做一次優化 那麼說 我的邊線優化 原本只是單獨看到一個點擊檔 我可以看到所有的點擊檔的範圍 那麼我所做的優化就會更大 所以說我這兩個優化同時打開的話 我另外一個Upject 5 就是另外一個點擊檔的 你去呼叫另外一個點擊檔的 Function Core 的Function的話 你可以把另外一個點擊檔的Function 給Inite進來 那這個時候如果我下 O2 Inite Function LTO的話 那麼我可以看到其實 少掉許多的Function 前面的Function總共 1500多的Function 然後現在這個差不多 一千零多位 所以我大概砍掉四百多個Function 所以說我看到 就是原本這個 有一串的已經被小掉了 這時候我Function 我本來也有被小除了 那麼 主要Function 就是說 因為邊緣器的優化是靜態 邊緣的時期 就是靜態的行為 我並無法知道說 我程式執行的時候 到底是怎樣的執行狀態 我可能做過度的優化會造成 我的執行效能反而下降 所以做優化跟不做優化之間 是很難權衡的 那麼我就透過執行器的行為 去引導我 去反過來引導說 我的邊緣器應該要怎麼去做優化 然後可以得到一個 比較好的執行效能 所以說 而且邊緣器的優化效果 是彼此互相加成作用 就是說你可能只開某一個的話 可能是沒有效果 你等到後巧 開到某個組合 它可能優化就會馬上衝上來 對 然後我們根據我們實驗結果 我們Post3 SQL 上面 就得到12%的效能改善 這樣子 然後這次我們 有做 額外做一些 買SQL 的那個 的實驗 買SQL 的話 就是可以得到 百分之十七 幾分之十四 在不同的 Benchmark 底下 那麼我想說就是 大家可能就是 如果大家有過那個 去網路上下載一些 Open Source 然後把它 下載一些Open Source 然後把它 download下來 然後自己要編譯的經驗的話 就是有時候 你會遇到說 可能有多編譯的那個系統 就像是 Mac File CMac AutoMac 這些編譯系統 萬一有一點你下載好 網路上的Open Source 下來之後 你可能會想要改它的 編譯的參數 可是這時候就 有個麻煩 就是 大部分的編譯參數 可以從combat 直接下下去 那可是 萬一它的 Mac File 或是CMac寫的不好的話 變成說 你下的這個 優化參數 可能會沒有辦法 貫通到每個 點囉檔 都只用你的編譯參數 可能只用到一部分而已 這也是有個可能性 然後萬一它是 沒有辦法從combat 下的 那麼你就可能 看它的 Mac File Source Code 看它說它的 C Break 在哪裡 然後我想要改它 那這時候也是個很麻煩 是因為你要看懂它 對 通常是Mac File 這些可能是 真的很難看懂 很難看懂到底要改哪邊 比如說 我們 我們現在 就是我們要提供的一個工具 就是 叫做Evaluate Evaluate就是說 我們用 這個工具會把你的GCC給包起來 譬如說 你呼叫你的GCC的時候 我們會自動幫你 下Olin或O3進去 你知道嗎 你就可以測試說 你自己的程式 有沒有compile 就是你的Olin或O3之間 有沒有效能上的差距 你就不用去煩惱說 我的編異算數要怎樣去改掉 一下要改Olin 要改O3 要改什麼 這樣就很麻煩 然後這是我們這邊 有部落格使用教學 這樣子 這個工具就是用來看 你的 程式Olin跟O3之間 有沒有效能的差距 宣傳一下 就是 我們有一個活動就是 然後這是一個Workshop 就是一個跟System 周圍有關的Workshop 然後不定期待你 周二晚上 大家可以上Facebook 去搜尋它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那個 如果之前 在食物上 那個O3的話 開了 開了 那那個 你有碰過 就是O3開了之後 它的程式怎麼 會亂掉嗎 像你剛剛 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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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說要正確保來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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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坦白會保守 他不敢 如果你沒有 然後不敢 只會把你不斷掉出去 我覺得是不敢 因為我們之前 就是在 放上面開發的時候 會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 可能會有加一些 欸 就是 例如說 一些 讓他 有部分 有部分 習慣的 你發覺要 可以想說 你們這邊 有沒有碰到 沒有 沒有 因為 你剛才講 那是那個Machine description 就是說 坦白後段 之後 這個Machine的 螢幕 對 不是 但是 但是 但是不會掉錯嗎 我覺得不會吧 你都沒有效果而已 那是不會掉錯啦 對 欸 因為你是有 比掉結果 然後是從結果 往回推 之後 有點有塑膠 OK 還有問題嗎 剛剛說 你有沒有看到 有什麼訓練力的方法 對 如果沒有理解的話 你應該是有什麼訓練力的方法 就是最優的那個 下次 對對對 那Machine的好訓練力的點 他反正是你用的 或者是鎖人樣的 box 讓你這樣 對 說不能鎖人 呃 不太能鎖人 反正就是會慢慢 叫人慢慢走上去 好 所以問一下 這樣子 你Positive Sequel 從一開始到 最後完整 可以 測試出最佳 像我們的Flag組的話 就是從 一開始 從O3 到 湊出最佳效能的 Flag組 花了多久 花了多久 只要看你 有多少機器 你們那邊的話 我們那邊 我們是一台機器 跑兩禮拜跑四天 可是 Local Optimo 不一定是Google Optimo 對不對